以民国六七十年的 台湾社会变迁作背景 融入民歌音乐剧十年中 用橄榄树这些民歌 纪念那个令人怀念的年代 并邀请社福团体辅导的孩子们 一起来欣赏这出音乐剧 有些人已经度过了从前 在青涩的年代 回头去再想这些事情 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看到 应该会有一些共鸣 跟慈善结合 那这些孩子们也会来 到时候来看我们这些表演 说不定对他们也有一些启示吧 剧中主角在那个不安定的年代 坚持理想 努力实现梦想 是许多台湾人的共同记忆 一同欣赏这部真情洋溢的 民歌音乐剧 好书华公路其实是全国百姓有很多美好的记忆 他有很多的历史 所以我们还是请陈克棠讲一下 到底他过去是怎么样 然后现在变怎么样 然后未来又要怎么样 好谢谢主持人 这张图呢就是苏华公路以前的景象 那他靠海边 然后实坐一个轨道板让车子能走 这是在差不多民国初年的时候 民国初年的时候 就是这个苏华路就轨道板走海边 那慢慢现在有改了 那第二个来讲就是我们在民国 79年完成了这个苏华公路的改向改为双线通车 那大家走到这里通通会停下来照个像再走 那当然下雨天的话就就离开了 那如果好天气十个人 大概九个都会停留住主 那也包括国家公园有一些设施这样 那再来的这一张上面可以看的 这个就是苏华公路后来改善79年 做一个隧道 那这一个是北维铁路69年完成的第一代 那后来八九十年 我们第二代的北维铁路隧道完成 对那整个苏华公路就简关 那我们是说现在公路在做隧道 或是地址探查 已经基本上有两个资料 两个前辈做够了 那有一点就是可以当参考 那不好的要避开了 那整个他们设计单位规划执行会去考量 那再来讲一个比较严重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苏华 因为比较严重说会拖那么久 就这里一个七十公尺的道路不见了 那目前正在积极赶工 那从上面降滑下来 那其实这个是道路 唯一的一个损坏地点 那其他比较严重就边坡贪荒 整个边坡贪荒 那一个就是其实也不能怪公路 那整个是大地的环境 豪宜的造成 OK 已经七十几年的这个苏华公路 我们看到现在要变成苏华改 那苏华改在这边我们给大家一个图 就是红色的部分就是苏华改 都要改成隧道 好我们这几个红色的部分变成隧道 那这个隧道是不是真的适合 然后他现在的地址怎么样 是不是真的已经完全了解 陈教授 其实从苏澳到冬澳这一段 大概只有3点多公里的路程 这一段是最麻烦的路段 也就是发生坍塌的路段 虽然我们有过去的北回铁路可以参考 不过北回铁路某些路段 我们是可以参考 但是整个变子沿体在这个路段里头的变化太大了 也因此我们的呼吁就是说 每一个地方都要很仔细的去把它了解 而不是定出了一个时间表 然后要求他们很辛苦 他们基层太辛苦了 订出一个时间表要你完成 那王一名完成 那些长官早就退休了 不是吗 退休了以后就是由下面的基层人员来承受 这是不应该的 说实在我们的呼吁也是保护这些基层人员 雪山隧道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拖了8年 那以前的呼吁的长官早就退休了 好那现在说书花杆要做 可是你觉得他可能还要补充哪些资料 需要多久的时间 所以说隧道里头的那些地质地层构造的变化 你要了解地质材料到底 你现在已经画出整个路线土了 那整个路线土的双两边 整个前后你都要了解他的状况 地下水的分布位置 地下水在过去北回的时候 常常发生涌水的现象 涌水对这个工程人员是一个非常非常致命的这个要害 所以这些要把它了解清楚 好那我来问一下中心公司 你们有没有负责书花公路以后 或者是你们曾经负责过的地段如何 中心公司过去在书花这一段 我们是做的是和平以南的部分 那一部分大部分是以大理沿为主的 主要也是以桥梁跟隧道为主 地质条件虽然是比和平以北来的好 不过它仍然有些潜在的风险 隧道开挖在深埋在地下 难免会有些风险的 这是在施工中可能避免不了的阵痛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科技都应该可以克服 它也许会花到你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以现在台湾的隧道技术 这些大概都不至于是有大问题 OK 不管书花改或是什么 其实我们有没有替代的方式 张老师 我们现在事实上就已经有替代了 现在书花公路不是断了 我们现在有铁路 现在护县长也在提说要有一些公路 这个在前几年其实很多的团体也提出来说 是不是可以建这个海上的高铁 所以海上高铁就是用船舶直接可以运送这个车子 还有直接把车子运送上去 但是铁路其实相对于公路是很安全的 我们现在的这个书花公路整个台九线 在十年内整个台九线 四千 四百多公里 在十年内使得这么多